挖出来就是钱,他不会一般都倒不了我们中国来 天呐,兄弟们,这个东西不到200 Hello,大家好,我小智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看一块猛货 大家都知道我那个矿主朋友老刘啊 我之前我们跟他拿过料子啊 然后他现在回国了 而且还带了块满色的料子 是什么料子啊,自己 一个特别大的料子,反正是满的 满的 我在缅甸那边的时候我就听说啊 好多朋友都知道 然后听说他好像回来了 他没跟我说,他完全没跟我透露 但是我刚刚问了,他说在家的 要不我来过去看一看 我去摆摊 摆摊,走,知道吗,我们出发去看一看啊 今天特地化了个妆啊,小智 对啊,在缅甸都不敢怎么化妆 怎么敢化妆 来到中国没事的,放肤心心 我看到我们这边美女太多了 真的,我都自卑了 对吧 再不化妆,真的找个男生 知道吗,又是熟悉的地方啊 这大宅子,大院子 这里太适合打个小高尔夫啥的 哎呦,好久不见了 刘总 哇,真的好久没见你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最近怎么样 黑了没 黑多了 还记得我吗 哎,静静你好 还这么做 好的好的好的 这么热还出来找我 够回来给多久了 对 还回来两天 必须得来一趟嘛 东西呢 这个料子 我 相信 这个料子我不太想卖了 看你想吧 这个料子我真的不想卖 这个料子我跟你说 这个料子 我是准备自己收藏的 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个料子吗 这个料子切的当天晚上 你把它买了 我就是要切的当天晚上你把它买了 这个料子一般是不会到中国来的 我也是碰巧 刚好 而且是 我知道我想先看一下 而且是我爸的一个朋友 我先看一下 对什么 看了你会想要 哎 看了你就会想要 这是木辣的啊 对 喝料 对木辣成果的 很正常 哎呀 有多重啊料子 六十 六十公斤 六十公斤 嗯 哇 兄弟们 整个这一面 一面满色 嗯 哇 灯都不用打 不用打 我跟你说 你还不相信 嗯 这种我跟你说 一般肯定是 挖出来就直接切 挖出来切 挖出来就是切 它不会 一般都倒不了我们中国来 这种原始 倒不了中国来 它只是 只是片一样 其实真是兄弟们 这种料子啊 在中国 在瑞丽 在整一个中国市场 基本上 很少会见到 为什么 因为这种料子 一般来说 开采出来 那些做矿的 那些开矿的 那些开采的啊 这种料子就直接剁了 采矿的这些啊 它们的直接成本 并不是在买料子 而是在他们开矿 采矿的这些 机械啊 是吧 一些燃油啊 啊 以及这个 坑位费的一些这种费用 那这种料子直接切出来 能给他们带来 非常大的一个回报 所以说 毛料 毛石 是很难 进入到瑞丽的 你是怎么搞到的 这个是 这个货主 这个矿主 是我爸的一个朋友 他那天 我刚好在厂上 他挖出来准备切了 当天晚上 我就把它拦住了 我说 你这个料子让给我 这个料子 我摸了几天才让给我 是吧 我不碰到 它已经切掉了 哦 这种 他们肯定是会自己切 自己去堵的 而且这种堵性都没 都不都不大了 现在矿上是不是 没什么中国人了 没有 现在我都回来了 坐坐坐 喝杯茶 先喝杯茶 没事 没事 我想 我想 再看一下 你坐 你坐 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来兄弟们 我们现在整一个面 打了一点水 看到没有 这个色就完全显出来了 这边还是一个端口 还是 满色的一个状态 看到没有 这种 就是我们行内来讲 我们讲的就豆色豆色的一个感觉 但是它是满的 这个色是整一个是满的 60公斤呀 这个东西是 值钱的 色的东西 知道吧 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一面的皮壳 皮壳汗水 看它那么激动 这个看到好料子就流汗了 看到好东西就激动 哇兄弟们 这个皮壳 摸上去是非常非常扎手 阿乳沙粒完全立起来的一个感觉 木纳料子来说 其实这个料子肿 兄弟们 呃 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完全够用 其实完全足够足够用 那这个料子也明显的 看来它是有黄雾层的 这一小溜 是吧 雾层 里面整一个玉肉是满 满肉满色的一个状态 不管我们灯光压哪里 整一个这个显出来的色 非常非常直辣 确实无可挑剔 无可挑剔啊 但是其实兄弟们 还是那句话 就唯一的确定就是 裂多了一点 是的 就很明显 兄弟们 裂是看得到的 这个东西 这个就很直观的 你看裂 啊裂 是吧 裂 就说这种东西 就是能 如果能玩得出手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但是假如说玩不出手镯 全部打柱子 最值钱就打柱子 是吧 你说兄弟们 缅甸那些 就是人家也讲啊 就是会讲 就是说哎 真正的好料子啊 都在缅甸切了 或者怎么看 根本来不到中国啊 其实这句话呢 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了 是吗 因为其实真正的 大公司开采的 真的开采出来的东西 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切 切的都是放到工盘去 是吧 正规的有这种成交 有这种渠道啊 他的也有 没查 好的 阿良 嗯 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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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实话啊 现在不打算卖还能定价 不打算卖 就说实话 这料子 不是说不打算卖 但是我现在也没具体想好 卖多少钱 因为这种东西你知道 美国呢 你去哪里找 你还能找到 看得到吗 这种能切的 满色的 现在呢 应该去第一个看 你刚拆的 你刚拆的 意思到国内是 你第一个看了 你第一个看了 哎呀 兄弟们 我跟你说我这个料子 不是静静告诉你 我 我都没跟别人说过 这个有这个料子 不准备给我说 我肯定不会说 不会说 我靠老刘 谁都不说 老刘 我可能不会说的 这个料子我先放的 房积好的时候 卖也可以切也可以 价格给的到位吗 那这个东西还是可以 是吧 那肯定嘛 总是总会是要赚点钱嘛 现在去那边风险 刘哥我听那边的朋友说你 200多个收的 那 真假的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实话 他们那种道姓图说的 他们怎么知道 这个料子都是我爸的朋友 这东西是会被放大的 传来传去像不被放大的 我觉得也是有点夸张的 我跟你说实话 我跟你说实话 那料子其实都不到200 不到200 天呐兄弟们 这个东西不到200 满色啊兄弟们 这个 大一串珠子就够了 啊 我跟你都是说实话 真的 很直价的这个料子 总不差的呀 满色啊兄弟们 木纳料子啊 里面还会画得更好 一串珠子都是几十几十万 客区打开 一串珠子过百的 这么恐怖吗 这种红布 虽然是 列有点多 但是 整色啊 真的 对量大呀 真的 我这边有很多客户对装 就是真的 价格合适 就 哪怕200 朝上一点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都可以 这个东西 随便切一刀啊兄弟们 就是 毕竟这个东西也有一个薄信啊 但是保底是有 保证是有的 我卖给你 卖高了 不合适 咱们这么能 兄弟们说 我不赚钱嘛 这种料子我真的心不甘 我离开自己切 我跟你说 我知道 你们大老板说白了 不缺这点 哎 不缺这点 不缺的 真的是 烤料子好 我想的 我卖我是 现在暂时不想卖 你说你嘛 我可以给你入鱼 真的 别人 别人给我200万入鱼 我都不想要入鱼 我就按本钱 你想入鱼 我也不赚钱 到时候 这个料子卖嘛 切嘛 咱们到时候 一起赚钱 就是共同承担嘛 是吧 不管是张一款 或者是咱们卖也好 是吧 对 可以 我入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一个 比较正宗的一个办法 给你入鱼 这个料子变得更冻 或者你想带走 你要给我占百分之几吗 给你一半嘛 我们俩兄弟 我说给你一成 老刘 还是刘都够意思 到位 到位 真的 其实怎么说呢 老刘他 暂时 是吧 他不愿意直接出给我 那目前的话 跟老刘也上了一股 这个 这个其实已经很够兄弟 很够意思了 那这个料子真的 兄弟们 这种东西在注意力 基本上是见不到 啊 这么大一头 60公斤啊 就120斤 亮大 满色的东西 我真的是 越看越喜欢 太舒服了 不管我灯走到哪里 真的吗 这满满当当的这个色 是股东的可以爆开公司 放一把 老刘就是 其实说白了 你看 虽然我在记录视频啊 老刘他也毫不忌讳 并且 他把他自己的 就是买的大概的一个本钱 都直接透露出来 而且还在这里给大家透露 这一点 老刘真的是 没有把你当外人了 对 兄弟一样啊 这个没什么不能说的 咱们 咱们算个毛窝 赚 做匪税 赚钱 对 是的 就很多时候兄弟们 这个料子比如说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卖 280万也好 300万也好 或者我们要卖180万也好 我们就是明码标价的 你看得到你就来 知道吧 就是行内人做生意的话 就是很简单 很直接了啊 好吧兄弟们 不记录了吧 不记录了 有点热了 我也真冒汗了 对 你有什么 就跟那种球 卖了 对